这是我们所说的四弘四愿 那菩提心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也贯穿了菩萨所有的修道次第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修学的 从发心修行正果的这三个内容 都包含了菩提心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我们是修大善的菩萨道菩萨行 你在任何一个时刻都要保持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上求下化 上求无上佛道下化无量众生 简单的说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四弘四愿里面的 这个第一项跟第四项 那另外呢菩提心呢 他的修学刚才提到说贯穿了所有的 发心修行跟正果的内容 那这个呢在波罗经 在大致都论 还有一些注解书呢 有提到的二道五菩提的修行方式 这二道呢就是波罗道 那波罗呢 他是要断除烦恼 断除烦恼 正得诸法的实相 那第二个呢是方便道 方便道主要是要言土熟生 言土熟生就是庄言佛土利益众生 学习佛法刚才提到 静心第一 静心第一 就是要清静 我们的烦恼 这是属于波罗道 那立他为上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方便道 好这个二道 在这个二道当中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五类的菩提 那这五类的菩提呢 我们从波罗道 波罗道 他从发心修行正果 那 他的内容呢 他搭配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民心菩提 第二个要立意众生呢 他有三个部分 发心修行正果 他这边也是搭配了 民心菩提 出道菩提 跟就近菩提 好 所以呢 我们从 发心一直到成佛 都是在修菩提心 只是菩提心的内容的偏重 有所不同 那 三心当中 第一个心是叫做菩提心 第二个心呢 叫做 慈悲心 大悲心 好 所以呢 我们会提到 这个菩萨呢 他修慈悲 这个慈悲呢 有众生原始 法原始 还有无原大始 同体大悲 那在 菩萨型的修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要修 我们要依三心 依三心 要修的内容是什么呢 依三心 去修六度 依六度 又来圆满 你的三心 那所以在修六度的时候 你的三心要保持住 以这个三心去修这个六度 在修六度的同时呢 也可以圆满你发的这三个心 所以呢 我们在修学佛法呢 修学菩萨道 就是修学这个三心 实际的内容呢 实践的内容 就是六度 四色跟万恨 那六度呢 是成熟 自有情 四色呢 是成熟 他有情 那如果以菩萨来说 在菩萨的主要的代表性的菩萨呢 我们这边列了五位 当然有更多的其他的菩萨 那在这边的五大菩萨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卑至愿行 然后再加上慈 也就是慈悲 至愿行 这五大类 我们说大慈 大悲 大至 大愿 大行 那在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当中呢 他总共有52个阶位 经历的时间呢 有三大阿僧 其解 阶位呢 有52个阶位 那这是我们今天 会简要的 跟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首先呢 我们先 从菩萨 这个语词当中呢 他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那这个菩萨呢 他是一个梵语 那他的全称呢 叫做菩提萨多 菩提萨多 那这个菩提 菩提萨多呢 这菩提呢 他有诀的意思 那这个诀 的菩提 他分为三个菩提 那这三个菩提是什么呢 身文菩提 原觉菩提跟佛菩提 那主要的这个觉 的最高的觉 是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身文也有觉 他自觉不觉他 凡夫呢 是不觉 所以 这个 菩提萨多 菩萨呢 叫菩提萨多 菩提呢 叫做觉 萨多呢 他有众生 大心 永心 永远